俄罗斯最美女球迷回来了,看台带送飞本,否认自己已下海俄罗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,东道主经历点球大战,总比登5比4击败西班牙,看台上,那位养眼的俄罗斯美女聂姆奇诺娃又回来了,揭幕战上,聂姆奇诺娃就吸引了摄像机的目光,如今,俄罗斯击败西班牙,聂姆奇诺娃再次出境,他堪称东道主的福星, 聂姆奇诺娃来头不小,早在2007年,他就是年度俄罗斯小姐,如今,他也才28岁,在俄罗斯球迷助力团中,聂姆奇诺娃十分抢眼,揭幕战,聂姆奇诺娃助阵,俄罗斯5比0大胜,今天,面对前世界冠军西班牙,俄罗斯场面很被动,但还是扛到了点球大战,最终惊险晋级,聂姆奇诺娃再次来到现场, 他带着俄罗斯民族的头饰,手上拿着国旗,全身心的支持自己的球队,最终,东道主也没有让他失望,现在已经杀入八强,甚至,聂姆奇诺娃还在获胜后接受了采访,首先,他澄清自己没有下海过,此前媒体报道有这样的传言, 我从来没有想过当那样的明星,我不会出卖自己的肉体,此外,聂姆奇诺娃现在获赞俄罗斯的幸运心,他也很开心,对于俄罗斯对今天的胜利,聂姆奇诺娃直言,我很震惊,甚至哭了, 2012年欧洲背后,我就是俄罗斯队的忠实粉丝,四年前的巴西,两年前的俄罗斯,我都去到了现场支持球队。